有鞋防 齐琳 找到了 齐琳 还是他这个点 齐琳真的 不见兔子不可以 就这两个点 就这两个点 右侧45度 左侧0度 这个变化了 比赛开始了 各位欢迎来到咪咕视频 犯规也是机构栏板造成的 又一个转换 这个暂停没有止血 怪伦大寒加上OJ梅尔 这是他进攻当中 最熟悉的三个点 防守的弹性真是好 绝对好 看看外线 齐琳这两个三分救命 是啊 这两个三分球 稳住 还是手连防 这什么技术 这个技术真干净 这个技术我认为 他一个是 当然投进两个三分以后 他是信心来了 第二个他记得的球 跑得有点大意 来 齐琳第三次 齐琳今天 真准 这就没找到打完点 这就其实右手 反手上反篮不就完了吗 回来又一个三分 还得是齐琳 又找对面一个输 反击 找大寒 想找大寒 大寒也没跳 又是齐琳 又是齐琳 今天张震霖开了 吴昌泽是完全牙火 齐琳 齐琳又来了 齐琳就是右侧45度 看要办 这没有应该利用篮筐 在左路上 在左边上 又一个 又反抄 这比赛 这个心理压力 压力太大 齐琳一个 齐琳今天真的神了这分 齐琳的三分球 这次是左侧零度奖 真的就是在他最强的 这两个点上 50%左右 右侧45度 左侧零度 二三节没用 第一节比赛打了一会儿 齐琳 打到2.9秒 造了一个犯规 齐琳真是打出信心了 齐琳他现在在什么阶段呢 他其实知道自己有一定能力 但是他还不知道自己有多厉害 他就越打越好 但是呢 到时候又会 脚软了 这球真理去防得聪明 他躲开啊 齐琳 哇 这个称赞唐才宇 真的称赞 他不是不能投啊 但是今天就是给齐琳 老江湖 腰 齐琳 狼球 又一个 漂亮 其实现在就是起跳以后 他的高度优势 两个队我觉得还要打全场 对吧 因为你现在这个 再给 有斜防 齐琳 找到了 齐琳 还是他这个点 齐琳真的 不见兔子不可以 就这两个点 稍稍可以松一松 这个资林区还没上啊 这可能我觉得 呜呜 这个抢头技啊 齐琳38分啊 左侧45度没那么脆 但是还是能进 还是进 两人不要打速度抢分了 嗯 怪轮 哎呦 这个球 15球蛮致命的 这个打进是变7分啊 其实 今天 真有点齐天大圣的味道 嗯 嗯 所以内线双塔的牵制 也造成 齐琳今天在外线频频的出现 嗯 很好的控当 是 而齐琳今天确实真气 几乎所有的控当 都把握住 嗯 齐琳 他是曾令旭在清华的学弟 但是呢 他在清华只打了一年 最后时刻不打了 那118比111 今天的新疆伊利特 是爆了第一阶段的一箭之仇 现在 以7分的优势 战胜了辽宁本刚 也送给了联赛领投养 本赛季的第二场的常规赛实力 现场直接要洗香槟玉 哈哈 我们上次的路由 我们上次的路由 我们上次的路由